防疫大作战封冰箱公所在近人事后听天命 29号上午结合了全乡各部落的头目 首创先例的透过网络连结的方式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同步进行传统的居墨的仪式 祈求祖灵天神保护部落族人免受病毒侵害 一早9点半在南端的北回归县DBL 交进行传统区域仪式的现场 不只有封冰箱总头目黄欣喜 格马兰头目潘春福 港口部落头目许金才与乡长江丽婷 县府封冰服务中心主任 全乡各部落头目透过了网络连结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共同祈求祖灵天神 保护封冰箱不受病毒侵害 本他是说应该是有那个乌司嘛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祭司已经往生了 所以我们就有头目前前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们自古以来我们不是没有除蚊剂 我们都有因为这次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一定要要请头目来去除这些病菌 新冠肺炎疫情的无情破坏 封冰箱阿美族与格马兰族 大家防疫工作进人事之后 剩下的听天命配合乡公所 透过了现代网络科技 为封冰箱进行传统区域技遗 祈求祖灵庇佑全乡民众身心灵安康 这个意思就是撒离坟 撒离坟这个因为全世界有这个疫情 我们离坟来了 所以我们封冰箱 我们还是几乎全国的全世界的这个离坟 我们给它撒离心 防疫大作战 封冰箱首创先例 透过网络科技号召串联各个部落头目 在网络上群聚祈福 乡长江泪亭高度支持 希望在防疫期间 借着有形无形的力量 建构封冰箱一个身心灵的防疫防护网 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祖灵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停止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祖灵能够体谅 能够体恤之外 更能够保护我们所有的乡亲族人 在这样的疫情严峻当中 还是要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平安的环境 透过网络科技 各部落头目在网络的另一端 与现场主持记忆的头目 其心合一 祈求祖灵天神退散病毒 保佑封冰相亲族人 平安度过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 记者是玉兰 封冰采访报导